车子减速准备停等红灯 突然后方车子猛烈追撞 第二辆白车被撞偏移到路中 另一个角度看到被撞的白车 大回转后冲到对象的骑楼 巨大声响吓坏目击民众 有店家提供监视器 深色肇事车辆速度很快 还疑似冒烟往前行驶 紧接着就发生事故 开车的是一名85岁的李姓老伯 他沿着屏东市建国路直行 在建兴路口先跟一台自小客车 发生碰撞 接着撞变电箱 继续向前开 在另一个路口再撞上其他车辆 总共有四辆车手搏击四个人受伤 另一起车祸地点在高雄南紫南洋路桥 71岁的富人开小货车 疑似未保持安全距离 从后追撞前方小货车 再推撞客运公车的车尾 导致中间货车驾驶夹住受困 送医不治 事故酿成一死一伤 交通单位提醒 年满75岁以上 七机车驾驶 每三年要重新换发驾照 要通过体检和认知测验 才能换短效驾照上路 为的就是要避免高龄驾驶 因功能退化而引发交通状况 华视新闻周末号标 缺险熊高雄屏東报道 我是陈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事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